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不会让大家对我的印象不太一样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 然后也跟老公聊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OK 虽然还是我也很害怕 但是也许是可以帮到一个人 另外Jane也透露自己承受了许多压力 很谢谢家人和老公一直陪伴 也许是工作压力 家里的远距离的关心 关系 MC来了等等 都通通都同时来的时候 或是比如说你看到 老实说我真的 我看了很多新闻 电视上的新闻 关于这个环境 比如说Leonardo DiCaprio 最近播的那个纪录片 你看那时候 其实心情就会很糟 你也会觉得 我们人是不是真的 以后就不会留 更好的未来给小孩吗 我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 刚好记者会当天碰上美国大选 而Jane在第一时间 得知川普当选 美国总统的反应竟然是 哇 他蛮 川普要当总统 我觉得真的是 很多人都会很意外 在美国我们可以从国外投票 所以我快两个礼拜前就已经投票了 可以透露一下这投给谁吗 投给谁我觉得不是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一次 很多很多很多人 有出来投票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这个票是很重要 网络新闻网采访报道 网络新闻网采访报道